老者离开工地后 他替阿祖法打抱不平 继续去找康特母亲理论 并希望能退让 老者还取了不少现金给阿祖法 希望能帮到他们夫妻的 老者真是太好了 让我们为老者点赞 为他的无私点赞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老者的心情非常沉重 他越想越感到愤怒 认为康特母亲的态度过于傲慢 若继续这样下去 康特和阿祖法将被逼至绝路 在与阿祖法的交谈后 老者决定与康特母亲 进行一次诚恳的对话 试图阻止他继续犯错 他要全力以赴地帮助阿祖法 老者直接质问母亲 为何总是打扰阿祖法 为什么不能让他过上平静的生活 母亲便称自己别无选择 不能一直住在这里 他之前也向阿祖法提出 分一半土地建房的请求 却被阿祖法断然拒绝 老者解释说 阿祖法之所以拒绝 是因为过去的伤害 尚未得到原谅 母亲坚定地表示 他有权在儿子的土地上建房 他有权依靠儿子生活 老者警告他 他们不会允许他在那里建房 母亲听后愤怒至极 认为儿子不顾他的生死 他自己建房有何不可 今天阿东也给大家带来福利 现在优惠促销九块九包邮到家 劳力师家的枝子花精油护手霜 清爽水润 呵护手部肌肤 蕴含枝子花精油 结合维生素以成分 易于涂抹吸收 盈润水感 细嫩补水 帮助改善手部肌肤 干燥缺水等现象 使肌肤柔嫩细腻 一瓶300毫升 整个秋冬都够用 阿东已经上架橱窗 趁便宜赶紧入手吧 老者告诉他 如果他能与康特好好沟通 康特也不会置之不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继续共同生活 母亲意识到这次谈话非常不愉快 他依然固执己见 老者也因康特家的事情感到忧虑 他多次访问阿祖法 了解到母亲的真实意图 他看不下去了 多次建议阿祖法暂时离开 以平复情绪 但阿祖法也不想离开工地 他也在地基上投了很多钱 康特母亲为了尽快合法拥有土地 假装给了阿祖法一些钱 声称这是归还他以前买土地的钱 实际上 这些钱远远不够买阿祖法以前的建材费用 母亲这样做就像是在打发乞丐 双方陷入了僵局 现在就看谁会让步 今天莫森的冷漠态度 也让这场就纠纷变得非常激烈 现在工地上的主动权已经是康特母亲掌握了 经过长时间的劝说 老者发现自己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决定离开 与此同时 吉尔纳在旁边不断地抱怨 甚至威胁老者 警告他不要再干预他们的家务事 老者回到了工地 他详细地向阿祖法转述了与康特母亲的对话 明确表示对方并没有退让的意愿 阿祖法听后也意识到 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待康特回来 让他亲自与母亲沟通 希望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接着 老者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现金 递给了阿祖法 并解释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他了解到阿祖法和康特最近经济状况不佳 康特之前也曾向他求助 老者表示 他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提供帮助 起初 阿祖法婉拒了老者的慷慨 但在老者的坚持下 阿祖法最终接受了这份援助 让我们为老者点赞 为他的无私点赞 他真的太好了 康特能遇到像老者这样的师父 确实是他的幸运 老者不仅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在行动上也毫不吝啬 他对康特和阿祖法的关心是真诚的 他的帮助是无私的 你们都说进口的洗衣液贵 今天阿东就给大家带来福利 这款山姆超市同款的英国进口洗衣液 只需要59块9 足足到手 6大桶 18斤 这可是进口的植物机配方 没有荧光剂 零添加 洗完的衣服一整天都是淡淡的花香 衣服还特别柔顺亲肤 厂家现在充销量 趁便宜赶紧入手吧 阿东已经上架出窗